比较传一口那样的价格 卖传一口那样的价格 但是正是把你比较传一口那样的价格 但是正是把你比较传一口那样的价格 相应彭少爷今天一定会结 会有结果的 好了 我家加油 对 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你 你找个帅啊 你拨过别人 对不对 你不能说 你有条件 你拨过别人 那不是 对社会有错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不是说 你们老是说我胆小胆小 说我神是吗 我不是胆小我也不是神 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瓜没熟 感愿美好的人 这是个啥 感谢感谢 那是不是送了个南瓜吗 哎呀我没有让阿姨来了 哎呀我没有让阿姨来了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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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kor 哈哈哈 咳 那是不是 咳 咳 我们 rounds 是絕是管不住的 別按說啥說啥 感謝美好的人 感謝感謝 但是我不一樣 我不喜歡做一些讓別人背後說壞話的事 說句比較通俗 一朵話 就是我個人比較講究原則 什麼意思吧 再說更通俗的話就是比較耀眼 不讓面子比命重要 對 確實是這樣 我面子比命重要 感謝任人阿姨 我確實是把面子看的比命重要 你們要問為什麼 不要說原因 而且是主傳的 主傳的要面子啊 家人們 我爸也是那一個人 誰要面子 所以為什麼我不跟你們講過嗎 以前的時候 出道上客戶的時候 我爸都不想那麼大手 他都不想那麼大手 也是腰面子嘛 不想去喬人 腰面子 醬子 這家人 這是傳說中的醬子 是不是 文靠就是個醬子 對著咯 對著打著對著 你自己和時間 對著吧 我也覺得我是個嚇死 笑死我了 有的自己媽指甲是很少的 人這輩子就這樣知道嗎 明明知道自己的缺點在哪裏 明明知道自己的缺陷在哪裏 誒 還這麼想改 你知道嗎 是不是這樣的 感謝他幹嘛 感謝他幹嘛 你們今天送的禮物都好 都好奇怪 這種都沒見過這些禮物 這兩天沒開播了 要不是全聯絡的人品好是嗎 但是有人覺得這就是醬啊 太醬了 一點都不聽話這個孩子 你追追那個水水咋的了 對吧 你追追追追追 追小力咋的了 對吧 你怪誰呀 這怪你太醬了 是不是 確實是個醬魚是吧 嗯 嗯 我跟你們講一下我帶人家幹嘛去的 好不好 想不想聽一下 我帶人家看個人去的 也不全是因為公司的事 我帶人家看了一個人 是個女孩子啊 還沒成年 還差兩個月才成年 嗯 然後呢 也是 家裡場景很差你知道嗎 你笑啥呀 也是家裡場景很差 然後 我認識他 三年不到 三年不到 然後當時是 祝他讀的書嘛 知道吧 老戰神移看了一下 就這 18歲不到 還兩個月才18歲 你知道越喵越小 方阿姨 我沒幹啥呀 我就去看了一下別人 你知道吧 我沒幹啥呀 嗯 咱們能不能正能量點啊 方阿姨 那就是做了這個事兒好不好 然後開車去的 然後帶點東西過去 就這 沒有去相親 沒有去相親 不像你們說的 我去相親去了 去哪裡相親呢 把握啥機會呀 把握啥機會呀 人家 人家還有兩個月才18歲 人家的想法啊 不對正能量正能量正能量 這也要抓住機會呀 這不上幾天涼嗎 家人們 我事實上不跟你們說了 我跟你們說了吧 你們就要開始東想西想啊 家人們 沒有了事啊 沒有了事 我沒有了事啊 我沒有了事啊 如果有点喜欢就抓这个机会 抓啥机会呀 哎呦 你还这个孩子啊 嗯 又不是你不是说了我意思 嗯 嗯 我给你们看哦 嗯 看不见 嗯 朋友圈里面没有相片 我就正面 嗯 嗯 嗯 要不这样的话 有几个家人给我发了很多的消息 给我发了很多的消息 私信的 要不就是自己亲家的女孩子 对不对 要不就是自己家的孩子 对吧 可能给我发了很多的私信 我可能都没有证明回复 要不这样的话 你们哪天把他们带到什么家来 是不是 证明 嗯 你们家里有七大姑八大姨家的孩子 如果说 我觉得彭少这一款 彭少这一款 还合适的话 你们直接带到直播间来 好不好 要不让我看一下 证明 你们很多人给我发了私信 我也不好意思回 你知道吗 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不要一直回 这样子 所以咱们直接来直播间 证明 那现在打个心来 你们看完不要再反应 我说真的呀 我说是真的 我没有开玩笑 你知道吗 直接来直播间来相亲 我告诉你 我真的没骗你们 很多人给我发了很多的私信 你知道吗 跟我推荐的很多的女孩子 都是粉丝粉丝家里的 然后呢 有的看到相片 知道吗 其实女孩子的相片 我说个实话 女孩子的相片跟本人都很少 很少会一样 相似度有70%就不错了 所以说人家很多女孩子的相片就是 女孩子的照片就是 就是 就是诈骗 对不对 对不对 家人们 根本就看不出来 你知道吗 所以还不如直接来直播间 开着摄像头 咱们来相亲 好不好 在每天晚 咱们多看看 您帮我跳一跳 帮我 帮我选一选 如果觉得可以 行吧 我看中了谁 或者说你们觉得谁可以 机票我包了 直接来我公司 好吧 那咱们每天晚上也事儿干 对不对 每天晚上我就跟你们相亲玩 对不行 如果说全票通过 咱们直接全票通过 然后 他的所有的 所有的路费 我包了 安排工作 安排就业 先安排成个秘书再说 听明白这样好不好 直接 对不对 在每天晚上咱们现在事儿干 对不对 好吧 你觉得行 这个方法行不行 然后就露脸 你知道吗 不管什么相片 相片的话很多都是 看着不真实 然后也可以聊聊在这边聊聊 对不对 行不行 完全支持是吧 开啥工资啊 真是咱们 直播间全面通过 咱们就不用开工资了 知道吗 那就直接是 开终身 开终身待遇了 知道吗 嗯 咱们这样再玩好不好 排队排到武汉去 说不定一不小心 搞成全网最大的相亲直播店 对不对 这家人们 这家人们 会调花眼的是吧 啥调话也难 对呀 有胆就来上嘛 对不对 因为你在直播间 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疼统 知道一个人的素养 对不对 对不对 家人们还知道一个人的性格 对吧 然后咱们直播间来投票 好不好 比如说打个比方 我们来模拟一点 家人们你们觉得这个女孩子可以的 来给我扣一 不可以的扣二 对不对 但凡有一个 两个三个扣二的 咱们咱们就不算 好不好 这下全体扣一 咱们才算 你真的多热闹啊 没人玩得都给撕二干 好不好 说不定一不响应对吧 我还找到了一个 找到一个异中人 对不对 家人们 那以后 以后咱们 彭少的媳妇 要咱们直播娘家人 全帮我选出来的